古大哥 我再问你一遍 小陈 小吕万婷是不是已经喝的断了片了 没反应了 是的当时 那他怎么拒绝 他已经不省人事 请问他怎么拒绝 是不是这 这是你拿十万块钱的原因是吗 不是的 当时婷姐喝醉了 古大哥就找我 他下车跟我谈话 他说婷姐答应要跟他结婚了 而且以后就不用我来做他的司机 以后车会给他开 而这个十万块钱是婷姐的一番心意 叫我以后不要在这里做了 余万婷对于古大峰一直以来的拒绝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小陈 所以你拿了十万块钱 那为什么今天又要来还呢 他当时是直接打卡 就是转给我的 我不知道 好吧 你是否愿意来到第一现场 小陈 出来吧 单方面的 这单方面你得看 你自己看到了 他怎么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出来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让他考虑一下 我也不想再提以前的事情 至于古大峰 我更不想说他 小子 你站出来 你既然能站出来的话呢 把事情说清楚了 你单方面的事情 不要再说 如果他真是喜欢你的 他真喜欢你的 我求你 你让他 让他自己说 他为什么要拿了十万 来来来 他可以不接受 先别说他小子的事 我们先理理事 我问你 自然让他让他出来 你上次说之后 他趁你昏迷的时候 对你做了不礼貌的事 你信小陈还是信他 我信小陈 你信小陈 请问你做了没有 是男人就说实话 你做了没有 这话我肯定没有 真的没有 十万块我是给他 我问你 你亲了 与万婷没有 在他没有允许的地方 你亲了没有 是男人敢做就敢做 你下去吧 我真的不想再提以前的事情了 我告诉你 这个男人你做了 你不敢承认吗 不是不敢承认 说老师我不想再提这个事情了 我不是不敢承认 你做了没有 你做了没有 因为亲他跟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好吧 没有 你要硬不承认 说这没有 那我就没无瓜可说了 因为 既然他能来 我不管他那个钱 要不要 要不要给 反正拿了是拿了 他能站上来 他真的喜欢他 让他说出他的道理 我心服 你让他说 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事 你在这向他道歉 我觉得是可以原谅 否则的话 你以后跟余万婷之间的关系 一定是一落千丈 有吗 这个观念我不需要在这边去调 如果他能真真真正能站出来 他是真的对你是有心的 如果他真能表达得清楚的话 我也不会站在这里 是吧 我今天来到这一刻 我就想看不到 我们为谷大峰谷歌掌 另外 我再问你一下 亲了没亲 亲了没有 到底亲了没有 是男人就说 亲了没有 干嘛 还把我拽在边上 小陈是不是来 我不知道 他敢不敢出来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不想因为 这个状况 会影响到万婷的感受 你想说什么 你到底亲了没亲 亲了就赔个礼道个歉 在这看 是吧 如果他退去 你还可以继续追求 如果他今天来了 你就放手 我肯定不会放手 因为 因为我还没说完 放我的手 我还没说完 既然小陈说来 我就不管这是 因为 因为如果他不来 我就站在这里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坚持会看小陈上不上来 谷大哥 平日里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你把我当妹妹一样的看待 在事业上 我希望你帮了我这么久 我真的很感激你 但是我今天 为了小陈 站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就做出这么决断的判断 可以 我今天在这里做出一个选择 以后跟谷大峰断绝来往 能做到吗 能做到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决心的话 你做不做都不重要 关键是你要有这样的决心 来吧 站到开启告白 这门单见旁边 那我们一起倒树五个树 看看小绳会不会勇敢的来到现场 五四三二一 按键 我是知道你会来的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吗 主持人好 你可以啊 我就相信他不是这样的人 当你发现谷大峰亲他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跳出来 给他一卷 怎么说呢 我是一名司机 而他们两个都是老板 我也不可能说 但是他断了片啊 他没有行为能力啊 那我语言上可能会 那你就看着他被欺负吗 不会 来 站这儿吧 接下来是余万婷和小陈的告白时间 小陈 我就知道 你不是那样的人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因为十万块钱 不顾一切的人 你知道吗 你这些天走了以后 我的生活全乱了 你走了之后 我连早餐都没有吃 每天都会想着你 不管古纳芬说了什么 我以后跟他断绝来往 以后我不再是你的老板 我要做你的女朋友 我真的很喜欢你 不要再次拒绝我好吗 你已经拒绝给我一次了 我们把钱还给他 以后 我们俩一起共同努力 好不好 答应我好吗 听见 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我什么都不懂 我只是一个司机 我只能负责 接你上下班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只要我们两个是真心的 那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不要再去顾忌了好吗 答应我好吗 相信我 我以后也不会再跟那个古大芬来往 一切都不会 不要再有任何的顾忌 你喜欢我的什么 我喜欢你的单纯 我喜欢你的实在 很会照顾人 很会照顾人 亲爱的照顾忌 亲爱的照顾忌 一个人的路途 也不会孤独 我要安稳的心脏 能用生命的程度 无论我身在何处 都不会迷途